今天跟大家說一說財政預算案 星期三將會公佈 今天城市論壇裏面有不同的政界學者 都有說他們對於財政預算案的期盼 我自己聽完他們說之後 都有一些觀後感可以和大家分享下 社福界的議員邵家津形容派堂無疑於飲浸止喝笑厭花 只是心理上較為輕鬆 其實應該從一些基本醫療社福教育問題入手 文協何啟明說派堂逃避責任 與其長者生活津貼中緩出三糧這些 不如搞全民退譜檢討中緩制度 先前我說的兩位都是泛民的一些政治人物 但我覺得很奇怪 首先在這個盈餘 財政司司長預計 是不及上年的三分一左右的情況下 其實你會見到泛民 或者一些所謂反對派議員 或者一些所謂反對派議員 或者政治人物 他們已經即時收起了某些期望 例如全民派錢這些想法 很奇怪的是其實政府本身都沒有一個所謂財政預算案公佈 而泛民或者反對派的人士他們已經自我們約束了 就說不要說這個派錢甚至乎連派堂都覺得不應該 為何是這樣 其實我有更加奇怪的地方就是 作為一個反對派 作為一個可以說的 跟政府應該其實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一個政治團體 其實他們不是應該更加自由 更加有一個所謂的政治的寬度 去幫市民去爭取更加多嗎 在過去的一年半載裡面 我們都見到政府在使用公帑的問題上面 錯漏百出 很多時候都有很多令人很氣結的地方 應洗就不洗 反而很多時候 就很多行政上面的失誤或者大洗了這樣 其實反對派議員都有罵的 但為何他們又會覺得 仍然繼續應該由政府去規劃那些財政營業怎樣洗呢 為何不乾脆地就是說 將那些錢派回給市民呢 其實可能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派了就是市民都是洗了 改善不到公共的一些設施 例如醫療、教育、中環、老人等等 不過我想說的就是說 我不是叫你派了 我不是叫你派了大部分的盈餘 而且是否就是說做了A就不做B呢 其實現在我覺得反對派的議員很多時候 他們都已經接受了政府做A就不做B這個邏輯思維 所以跟著他們對家的方向去想問題 反過來說 我就覺得在現在的政治格局底下 其實泛梁或者這個反對派已經退無可退 他們也都不是立法會裏面有能力去bargain的一個所謂政治力量 所以政府聽他們說或者對他們的意見 很多時候都只不過是左意入右意出 甚至乎見你都廢事那種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作為反對派 就應該想清楚就是說 為市民開出一些比較上是說 能夠貼近到舒緩民情的一些最簡單方法 而且今年大家都見到派四千元其實都用了很大的行政費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明年再派錢的話 其實政府是不是有很多地方能夠修正或者省略了呢 如果是這樣不是應該繼續派將那些盈餘派給市民嗎 另一方面來說其實就不單止是政黨的人士 學界其實珠海書院的商學院院長何樂生就說 派託不是針對關鍵問題應該檢討約密明冊 政府代低收入人士供這一個強積金 我不反對何教授他的說法 但反過來說其實何教授亦都是一樣 跌入了一個就是做A不做B的套路裏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就很簡單 都不需要財政預算案 其實叫政府每年開一個他們做事的財政工作日程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政府他們想怎樣使我們的財政儲備 最後其實我想提一提就是財政儲備這麼豐厚 其實就是全靠香港市民不斷開OT工作很勤力 工資的水平相較於他們的生產能力來說是低廉 所以才有這麼大的財政儲備 所以其實想一些辦法去給市民回歸他們 其實是絕對沒有錯的 另外一方面來說我亦都覺得財政儲備如果能夠是派給市民的話 其實越基層的市民他們所得的錢對他們生活的改善的情況 應該是越有利或者越有用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不到為何派錢不可行甚至連派堂都不想 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